歡迎收看台股新攻略 已经涨了208点 等一下最后面 到底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坐收 我们进一步带大家观察 不过今天到目前为止量已经有840亿以上 等一下应该还会再放大一些 这个量能的部分今天是放出来了 而且今天盘面上很多的个股 雨露均沾全方位的通通往上喷出 很多很多已经攻到涨停板 凭盖骨还有一些半导体对不对 大家说不得了了 整个盘又翻多了 后续我们是不是持续要开始全力做多 股票市场上是这样子 你懂不懂上个礼拜是翻空 今天涨就翻多 这样做说法也是没什么逻辑 这样就有点追高杀地 我们还是把观念跟大家讲 我们对于今天的台北股市 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我有点过敏 所以鼻子有点塞塞 好 那看一下亚洲股市 那你就会知道说 日本股市跌了96点 南韩涨7点 那么上海也涨大概也是还好 那台股是多少呢 台股是2.56% 这个所有的市场都涨不到我们那个5.6那个地方而已 我们多一个百分之2 这大家都涨到百分之50点几而已嘛 那我们多百分之2 我们足足多百分之2 我们是不是又恢复成亚洲最强 对所以一定是这样子的 一定就是说 你现在看它一直涨啊 你对台北股市上万点就要有信心了 奇怪怎么突然间讲这个呢 那你上万点的话 你台北股市的经济基本面 GDP就要到达百分之5 那请问啊 我们现在这个GDP 有没有办法来到这个 没有嘛 所以我通常跟大家讲啊 我还是那一句话 万般拉台只未出 那我因为我还是强调 这个行情走到这里 我26年的经验啊 一婉你知道吗 一婉你知道吗 我26年的经验啊 台北股市最难操作 就是在这个8000点这个附近 为什么 还没听懂哦 你过了8000点 你从底下爬上来过了8000点 你就要有经济基本面了 我刚才说过 你上万点要GDP要5% 9000点要3% 这个GDP把这个2% 2%的时候 这个8000点 所以你8000点以上 就要有经济基本面了 这样大门听懂 要3% 4% 对啊对啊 那如果8000点以下呢 那就深不可测 可是啊又很讨厌 只要跌破8000的话 又面临到10年线 台北股市这三四十年来 都是这样子 可是一旦啊 未来真的出现一个 大力的下跌下来的话 就没得救了 就没得救了 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投资朋友你自己想一下哦 想一下哦 从520的演讲 哦 蔡总统的演讲 对岸是怎么样 然后你说啊这个 哎呀这个政治面了两天而已 这是可长可久的 还有呢国际股市真的有大涨吗 也没有 你刚才已经看了雅股了嘛 是不是你刚才也看了雅股了啊 那你认为这个蔡总统讲完之后 对岸就OK吗 或者对岸在昨天 跟你撂下狠话之后呢 你说我们不用怕 所以台北股市大涨 你觉得这个逻辑合理吗 我们完全不管他跟我们 激动下来的这个两岸协商 那台股就会大涨 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你要想一下我讲的哦 那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这个外交出口啊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上礼拜五公布的创下 廉时商的 比金融海啸更惨 那大家都讲520过后回归基本面 这个就在 同志们你应该知道 这个外销啊 外销接单的话呢 这个是有地盐效应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五月份呢 四月份的外销不好的话 基本上你五月份要好 六月份要好 他本来就有一点预告性 他是有预告性的这个数据哦 你五月份要好 六月份要好 短时间要好不容易 所以当这个你看 如果你看到报章媒体讲说 四月外销订单年13K的时候 他都会顺便跟你讲说 第二季啊 我们第二季啊 可能经济成长力 还是要负成长 你当你看到四月份啊 为什么四月份外销订单年13K的时候 你看到媒体报导的时候 都会跟你讲说 第二季恐怕要负成长 因为这个东西 外销接单 这是有预告性质的 你现在还13K 你再看那个内容啊 摔掉百分之11 上个月还百分之3而已 摔掉百分之3 这个四月份突然摔掉百分之11 这是加重哦 这个对五月份六月份 具有预告的性质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告诉我们 基地基本面会很好吗 那今天这个200点 是不是万般拉台怎么样 只会出 你要小心一点 好 那待会儿我们在全方面的 跟大家做分析 先把这个时间交给异法 好 最后面在指数的部分 还是大涨200点以上 而且甚至在尾盘 还多涨一点点 最后面的指数 说在了8344点 是涨了213点 今天在量的部分 有900亿 好久没有看到 这么样的大量了 那么今天呢 涨了213点过后 刚刚景泰哥说 等一下全方面又来解析 台北股市是不是就此 已经是云淡风轻 开始要往上冲刺了呢 还是说真的 只是为了要拉台出货 怎么来解析 等一下更多分析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077-888 男人的ブラック ブラック無闹 UCC 以不凡远见 催炼领袖格局 追求完美 永不妥协 奥迪A8 领袖首选 眼界胜出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让华信投顾总能发掘潜力投资 二十多年来 华信致力于更高的目标 更深远的眼光 为客户发掘更优质的投资机会 致富专线 02-2392-3988 2392-3988 从中美语 属其般 朝三宗 穿戴华丽灯光 颠覆视觉艺术 最节度的性感 最惊艳的感官刺激 最魅惑时尚的巴黎艺术经典 206巴黎风马秀 经典在线 性感火辣席卷台湾 全台iPhone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台股新攻略 电视台阁 今天颤到最后面是上涨213点 很多 量的部分900亿 也算是近期来说的大量 后续大家说这个量 可能会慢慢涌出来 涌出来又亮滚亮这样子 会吗 好我想一样 这个时间点的架构 跟那个加钱指数的话 我那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用加钱指数来分析 不用挤了 今天当然走到这里的话 这个因为两岸的问题 包括一些 因为这个面临到一些 很关键的这个时间点 包括美股 所以你会听到一些匪夷所思的 这个譬如说今天《记忆日报》写的 报纸上媒体写的 说实地走访那些 这个iPhone的一些供应链 说那个 这个 不止这个几千万支而已 我吵着怎样 今天那个核硕都涨停板了 那个247日可乘 其实我 投票我当过研究员 那些我都知道了 真的会去实地走访 你不要傻了 有那种事情 我都不会去相信那种事情 你是不为了要拉台写报纸而已 那个有多少厂商 那时代还有人去实地走访 没有那个啦 没有那个啦 打个电话问 但是你打电话来问我的话 我说 就算我卖一百 所以我跟你讲 我卖一万支 股价跌成这样的 大家都想救一下股价 我们实地来操作 来 这是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 一样我落下的话 叫万般拉台指挥出 那跌生的会反弹 本来我们照到这里 我是说过啦 我之前就跟大家 本来四手黑盘 就是一定要反弹 这里没有反弹 你可以视为520的一些情况 本来就要反弹 那反弹呢 过了月线 还有来到这个附近 最好就在这附近 那本来你慢慢弹 你弹个十天半个月 慢慢弹的话 那大家都有好处 个股的话呢 就弹的会比较多 那你一天两天 给我弹完的话呢 那就一样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多头可举 大家会讲吗 多头可举叫做 还涨急跌 应该都背过嘛 还涨慢慢的涨 多头 还涨急跌 那你空头就颠倒 缓跌 慢慢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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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来到这里也是一样 慢慢跌 有没有 慢慢跌 然后弹上来 慢慢跌再弹上来 你看照到这里来 你看弹的速度都很快 你看一破底 他就弹上来 一破就弹 这个空头的架构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说 这是中空的格局 中长度可以来 我再跟大家讲一次 GDP要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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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GDP5 百分之五啊 百分之五你才有 才有这个 这个一万点 GDP百分之三 有九千点 GDP百分之二呢 大概是八千点附近 那现在月季线啊 谈到月线 就是修正这个乖离嘛 那最好就在这附近而已 你看嘛 在这画一个景线 大概是在这附近而已 快到了嘛 大概明后两天 这两天就到了 那你本来谈这个两百点 三百点没有关系 每天涨十点 涨二十点 你可以玩一个月 你玩这一个月 有些小型股那个 慢慢就会涨成一大坡 可是你两天 一天两天谈完的话 这个就是心虚啊 这个叫心虚啊 所以你要把我 把我反弹的卖空点 我还要强调啊 好 那么这是 那我们再来看看 大家 博士大家的一些 这个市场上 大家的讲法 来第一来看一下 看一下 我们去年 这是我们去年 一样 去年的这个 这个五月八号 看空的 去年看空的时候 就在这里 就在那边看空的 看空去年嘛 去年五月八号看空 所以没什么好奇怪的 我看空啊 我说坚持做空啊 不忽多忽空都是当时候 就是一路走空的时候 我们都是这样看的 我这个 这个叫做解盘啊 你要盘 你要把 你讲好 你要看清楚 讲清楚 不要忽多忽空 所以我认为 这个时间就是反弹 卖空 来 那你可不要说 明天又大跌一两百点 又说要卖空了 这个很讨厌 我可以跟你讲 你这个 有时候就在你 那个观念 你有没有正确 有些股票 很多股票 他跌一段 他也会反弹 很多 我等一下举例给大家看 就知道了 像这个也是 我们4月19号跟大家讲 而且我说多单出清 我要跟大家讲 多单出清 在4月19号的这个点 照到这里来 8743点 我说多单出清 我们这一段是做多的 这一段是做多的 那我说多单出清 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 有些人讲得很好听 讲得很好听 有一个投资人 今天打电话跟我讲 他说谁叫他买什么 什么夜城 买到140 140买到140 那现在跌到90几 夜城 他说这个 这个很少 你问我说怎么办 我说你应该早一点卖 140就要卖了 那如果现在要卖的话呢 你会觉得有点boost 那谈账还什么时候卖 你也搞不清楚 是不是 然后这个说 你看那个法人 股票都倒光光了 他就说老师 那法人的股票都倒光光了呢 那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140的时候 不跟着法人倒光光呢 那现在93块 90几块 在那边想说 说怎么办 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都是马后炮嘛 法人倒光光了 那你为什么不跟着 法人在140块倒光光呢 现在变成90几块 这个都是借口 都是借口 而且很不好的借口 你套了四五层 是不是 太阳人 大家都说这很好 有一个投资朋友讲 一个分析在电脑上讲 说太阳人大涨 我看了半天哪里有大涨 这支全世界最有名的 美国的三炮 太阳人大涨 太阳人大涨 是因为它破 破怎么 这里破会不会反弹一下 这里再破会不会反弹一下 这里破会不会反弹一下 这个都不要乱讲 这个都跟着40座 跟着40座 跟着40座 来看苹果 苹果也是这样子 苹果刚好在这边绕 那苹果一样啊 苹果这里有一条下降趋势线 我今天没有画 这下降 有没有 这个叫假突破 假突破后来真跌破 真跌破之后呢 就还会再弹 那现在就很麻烦 技术面就很麻烦 你这里说它假突破 然后这里又说它破底翻 你感到 这里就假突破了 这里再破底翻 那要破底翻 这里就不会假突破嘛 讲就知道啦 是不是 所以10多头都要注意 这个这个 而且我们照到这里来 苹果有涨吗 没有嘛 它就在这个两块 三块三块四块 那边绕来绕去而已 苹果的技术面 你从这边看来 就是长线大空头 才上面来照远一点 这就是长线 那叠一叠叠升了 好像这个跌会被反弹 这个连每次都会反弹 这个跌破 稍微反弹一下 我估计这个反弹时间会很短 在六月份就又要压毁了 如果从技术面来讲 好那 一样我们说 那个ADS的概念股 这个叫德尔福 也是一样啊 来 破 破线反弹 连这里都没有碰到 再破一次 上个礼拜五 来照到这里 你看它有反弹吗 有啦 等于没有啦 等于没有啦 所以你说那个 待会儿这个 这个跟那个 这个跟那个 352的同志啊 任地这一些都有关系 所以待会儿我们跟大家讲 讲到这些股票 缠到什么样位置 我们继续要卖空 我就是观念在这边 好 最后涨了更多 涨了3.8% 331.5%来作收 在金融期的部分呢 924.6% 最后的涨幅呢 也有2.4% 好 今天一并来关系的是 在会买几数 这个涨幅都在2%以上 哇 今天不管期货现货 涨最少的都有两个百分点 在明天以后呢 大家担心的是说 我今天如果多单进场的 我明天可以续报吗 后续来说的话 邓泰哥 到底哦 你说如果这一波是一个强谈 那么强谈之下的话 多单可以报多久 多单哦 大概我评估大概这个礼拜 因为常常速度快 速度越快越不利于多头 你今天跟我讲说 这个涨20点30点的话 你慢慢涨 我反而 有一句话大家有没有听过 在空头的时候 叫做新手怕急跌 老手怕盘跌 那把他颠倒 这句话是空头 那把他颠倒 这句话是空头 新手怕急跌 老手怕盘跌 那一样啊 对不对 像你做空的 最怕那个慢慢涨的 最怕急涨 因为急涨一天两天就结束了 这个都是 这个观念就在这边 那道琼当然 我们来看一下道琼 现在关键还是在六月份的道琼 我认为六月份的道琼 是大行情 是往下 但是往上还是往下 往上还是往下 这个是关键点 这个如果真的跌下 还是有得跌 道琼撞下了历史以来 第二场的牛市 第二场的多头 这第二场的多头随时都会反转 如果在五月六月 五月份六月 五月份已经不对了 五月的高点下来了嘛 五月已经不对了 六月如果再跌一段的话 这更惨 这个不是 我认为大家不要 不要把认为这五二零就没有事了 有些东西啊 这个为什么今天强谈 当事情要爆发之前 一定要赶快拉 要走得快 这个阻力都一样 因为阻力都一样 要我们来看看这些股票 我们先看我们到这个 加钱指数的超盘指标 那今天呢 就是毋庸置疑 就是找上这一个点 这个转折点 找上这个八千一百点的转折点 崩起来上去 就停下来了 上三根 十几分钟 二十几分钟过后 就停下来 几乎都在这个地方 那尾盘出现往下 尾盘出现往下 尾盘出现往下的转折 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最后一刻 最后一刻 所以你在这个 你过了早上 这个大概十点多的时候 这个都几乎是在 就只有一二十点 一二十点在上头这样绕而已 所以这个 反而今天只有一大早那个行情 那各股代表各股的表现 我还是强调 然后注意哦 这一两天 你要把握卖点 不要错失的机会 我还是强调 不要错失的机会 尤其我说 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讲说 投资朋友 你资金比较大 因为每个人都是 是跌的时候很恐慌 稍微谈一点点的时候 就觉得说 行情要来了 这个又九千一万了 你要注意我讲的 你要静下来 仔细去分析 就好像我刚才跟大家讲 你有没有想过说 台湾的经济基本面 现在这样 把九千一万 是可以上得去的 你要想一下 你真的要想一下 你真的要想一下 如果你自己觉得说 不要被市场上迷雾掉 尤其我说 这个资金部位比较大的 投资朋友 如果你没有把握 那个卖点的话 未来再破的话 对你来讲是很受伤的 因为人都会不舍 人都会不舍 如果像这个 今天这一档股票涨停板 拿给大家看 今天这个股票涨停板 今天这一档股票涨停板 涨停板 它从110几跌到了40几 从110几跌到40几 跌得快要六成或者七成 腰斩 因为110几腰斩就五十几了 我就是六十几嘛 五十几六十几就腰斩了 所以跌了六成接近七成 同志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我再讲一遍给你听 一百块的股票 跌到了三十块是跌七成 你认为只跌七成 可是你三十块要回到一百块 要涨三倍 要涨三倍 有时候多 就算这里啊 谈了两根涨停三根涨停 它也是来到这里而已 因为它的股价已经变成很低了 这样投资朋友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套到这边的人啊 你没有办法跟人家讲说 你恭喜大赚 因为你不要小看 套这个六成七成 你从这个位置啊 涨到这里要涨两倍到三倍 就算这两天让你涨停板 你还是没有用的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 有些资金大的 大的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把握那个卖点 懂我意思吗 你要舍得 有舍才有得 你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摸了自己的良心 台北股市跟国际股市做个比较 台湾的经济基本面可以支撑这个吗 连GDP今年都到现在第二季都规划是负成长了 今年一爬保一都不太可能了 那你告诉我 怎么可能这样一路上去呢 你要把这个心确定的时候 你就要把握那个卖点 我说过啊 你不会你就来找我啊 如果你不会你就来找我 不会你就来找我 当然我们今天也可以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8431的 来8431的这档股票 今天也是一样啊 今天会赚科啊 一样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也正式反弹啊 从这里掉到这里 掉了六成七成 今天正式反弹 正式反弹 那你要知道 如果你把这个工具带回去的话 反弹反弹 又回到了这一个 这个讯号出现的时候 你就可以卖了 这样懂意思没有 你就不要留恋了 因为它趋势是往下的 它跌这么重 难道不会反弹 对我们来讲 这个放空 这里空单回补 接下来弹上来 在出现这个东西的时候 在出现这个东西 就再空一次 但是我们不做多 因为这里是空头格局 我希望我这个观念 能够带给投资本 比较稳定的扎实扎作 扎实的一个操作 我们来看352的今天 同志 也还没反转啊 同志也还没反转啊 同志甚至刚才 尾盘还有点扎盘 这个是同志 盘中线 所以尾盘本来找到 又掉了一半回来 为什么 因为国际大厂 还是持续在走弱 做头破 破短底 短头部的位置 所以他万般拉台 只会出 这个投资本 我都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你看同志一样 同志一样 没有还没有要 还没有要涨啊 你看同志 有没有还没有要涨啊 有没有 还没有要涨啊 还没有要涨啊 都还在还在那个那个在反手做空的这个领域当中 这个点 所以我说 成员你脑筋一定要很清楚 脑筋一定要很清楚 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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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也是一样 点了一大段 你告诉我啊 你买到140的时候 差别在哪里 你告诉我 这剩90几啊 140变这夜城 140变90几啊 140变90几啊 主力出光光啦 投信法人砍光光啦 所以所以要涨了 那你为什么不跟着投信法人砍在这里 那现在再来跟大家讲说 投信法人砍光光啦 所以这里要涨 那就算涨到这里好了 你也是等解套 那涨到这里如果要三年了 三年过后 五年过后 十年过后才能够涨回这里呢 你不要有不可能的 你已经是是是失败者了 讲那么多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啊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你本来就是当地立断 你看空的时候 就是卖股票看空 不能模糊两可的 当然急杀要补 我们待会再讲道琼 这个都不太对 好同志一样哦 我们同志在这边空 这边空 这个公开 公开市场上操作的 第二天就开始跌停了 跌停了 有没有 我说这个不能讲 成台唯一嘛 这个再继续跌 所以这个哦 你可以回补啊 我回补一半啊 我的策略是 带着会员回补一半啊 但是大家这里 我一定在空 我在空 我到这里一定在空 你相信我 明后两天到了就空 一句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这个东西 你敢了我就空 空回补掉 拉高我在这边再空一次 我在这边等他 我不是一直 我不是在这边空 不要听人家乱讲 我们在这边空 我们是空在这里 空在这里 补在这里 拉高在这里 我一定继续空 你再给我一天 两天 敢来我就空 敢来我就空 我试状况我就空 缩合也是一样啊 有涨到吗 这个有涨到吗 国际股市场 太阳冷却不怎么样嘛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这一两天啊 你如果懂的话 来这个也是一样 这也是我之前空的 你空在这里把它补掉 拉来这里就再空一次 他破线一定会上来啦 能不能过这个是他的命啊 不能过月接近这里 这两天你就要准备一下了 准备再空那一次了 起机也是一样啊 有没有 这里都是最大的反弹的 容忍点的 这么大的头部 怎么可能说 说收服就收服 你想就知道 这时机点都不对 所以有些东西 投资本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他的卖空点 再来一次就是跟大家提到说 最主要就是 我们还是那一句话 我们这个软硬通知的计划 这一两天 正是你可以使用到他的好机会 因为终于反弹上来了 你把握得住 你就有未来怎么操作的获胜空间 你把握得住 这一次再下来的话 你可能一套再套变成连寒套了 谢谢大家 在今天来说的话 整个大盘是强势的往上来反弹 那么后续更多的行情 怎么来操作 策略有需要改变吗 持续锁定我们台股新攻略 今天感谢收看 更多的分析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